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赵小辉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文学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 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 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对人的价值观的审视 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等 挖掘中国古代文学内部所蕴含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 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和精神追求 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中国文学的文化精神 也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十分丰富 王国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 汉之父 六代之篇文 还有唐之诗 诵之词 缘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兼恩者也 中国古代文学包括的体材 有诗歌 散文 小说 戏剧 而且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形态 如果我们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 和各种文体的眼镜 大概可以看出来 它是以人为核心 追求人的完善 重视人的理性 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 这可能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色彩 大家知道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 儒道互补 再加上佛教的影响 那么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确实是这样子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明显的特点 是儒家的影响 下面 我们先来谈一谈 儒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的影响 这有两个方面 第一 主要是以道自认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在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家中 他们以儒学为根本 以儒室为自己的天职 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从古代的屈原 孔子 到唐代的这个 韩裕 刘宗元 再到后来的吴敬子 曹雪芹 这些人 他们 形成了一种关于道德和人格的传统 他们大多以天下为己任 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 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影响下 中国 古代文学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 从孔子开始 中国人已经明确 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之中 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 个人的理想和人格才能够实现 人的心灵才能获得满足和安慰 这种精神 使人们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理想和人格追求 而不是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无限的快乐 所以中国人让现实 比如说社会和自然 与人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从而这样的话 形成了以道自认的崇高的追求和人格尊业 合而为一的思想内核与精神理念 因此强调 个体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 在中国从古就有了 这种精神 在与西方文化对比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基督教影响下 形成了到彼岸世界 去寻找无限的快乐的来世主义 和中国的这种现实主义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这种精士致用的特点 千百年来 一直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建构 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文学创作 比如说孔子的弟子 曾子就认为 是不可以不红意 认重而道远 可见对于要以新天下之力 为追求的人人而言 他们不屈从于 包括皇权在内的 任何外在的权威秩序 他们只服从于 崇高的道德追求 以及他们自己 所担当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 以道自认 但是呢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既然这些人 他们不屈从于皇权在内的任何 外在的权威秩序 那么 为什么要强调 忠君爱国呢 这是因为 在儒家的社会理想中 这是一种 伦理型的社会理想 什么意思呢 所谓伦理 就是指 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 既包括家庭关系 也包括社会关系 家庭关系 包括父子 兄弟 夫妇关系 社会关系呢 包括 君臣 朋友关系 这五种人际关系 儒家把它们称为 五伦 家庭伦理的基础 在情 社会伦理的基础 在意 中国古代文学 深刻的体现着 儒家的伦理精神 以忠君 孝亲 为主要的内容 歌颂 君臣间的这种伦理关系 也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 最为典型的 比如说 屈原的黎骚 一般的认为 黎骚的主旨啊 是爱国和忠君 司马迁就曾经说过 虽放流 眷顾楚国 细心怀王 不忘欲反 一篇之中 三志志焉 在黎骚的前一部分中呢 也有不少 细心怀王的诗句 比如说 唯草木之灵落兮 孔美人之池木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为灵修之故也 这些诗中呢 也用了一些 婚姻和爱情的比喻 比如说 曰黄昏以为七兮 强中道而改故 初济与成岩兮 后悔顿而有他的 以这种男女之间的感情的不和谐 来比喻 君臣的疏远 根据中国的传统的这个 伦理习惯 弃父的哀怨 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 所以呢 这些诗句呢 也可以理解为 屈原的忠君 国君在一定的程度上 就是国家的象征 臣子只有通过国君 才能实现自己的新国理想 所以呢 屈原的忠君 就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 这些呢 都突出了他对自己国家的 至爱之情 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比如说 三国时期 诸葛亮 初诗表 也有赤裂的忠君 爱国的情感 歌颂笑的作品 比如说 在中国古代有木兰诗 叙述花木兰 因为父亲年迈 又没有兄弟 所以呢 只好女扮男装 代替父亲 从军 这里呢 表现了木兰的笑形 同时呢 也表现了 他为国家尽忠的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中 浸透着儒家的 孝亲 忠君的伦理精神 他呢 这些是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的 具体化 形象化 当然 如果国君做得不对 不符合儒家的理想 也可以对他抱怨 批判 甚至诸杀 比如说 孟子啊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闻诸毒夫咒矣 未闻弑君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听说过 杀了一个毒夫咒 没有听说过弑君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 总而言之 这些古代的文人世子们啊 他们以其 忧愤 深广的爱国情怀 尤其是为了理想 而顽强不屈的 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 早已经突破了儒家的 明哲保身 温柔敦厚 等处世的原则 为中国文化 增添了一股 山沉 而刚烈的气概 培养了中国世人 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 这是他们 对人文精神 甚至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